大家好,又是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開年快樂,八寶齊來 那年前,和大家分享了一道炒八寶的菜,得到很大迴響 這個炒八寶的菜都是相當野味,很多網友都做了 還有很多網友都跟我來包粉果 回想起我自己做上海菜的一段時間 我們每逢過年都會做一個八寶飯 是八寶羅米飯的形式 我們以前做的時候,會做很多乾果 放很多豆類、紅棗、瓜子人 上面的,把它組成漂亮一漂亮,又紅又綠 是相當之豐富的 有時候在家裏做這類的八寶飯也是很考舊的 正如我之前過年做的八寶飯,很難會齊集到這些材料 但是現在在家裏每逢過節,每逢過年貨都會有很多這種類型的 唐蓮子、唐蓮藕、唐冬瓜等一大份 有時候吃剩這些類型的糖果 或者過年有些乾果都可以利用做這個八寶飯 剛才的拋乾果,很辛苦,我找了一些材料 到底裡面會有什麼呢? 有些糖蓮子、糖吉仔、椰絲 大家猜到是什麼? 是糖薑、糖甘筍、糖蓮藕 最重要的是一塊豎餅 我相信這裡就不止八樣東西了 最重要的是,做這個八寶飯 我們中間就有一層餡料 有些豆沙在裡面 我之前吃了四、五個成實豆沙包 這樣才能儲存到一份的豆沙 這類的豆沙都可以在漢培店買到的 一大堆 做爆補飯 飯的來源是糯米 做糯米飯都跟大家分享過 四、五個不同的版本 有生炒、熟炒、蒸來炒、拌好味才去炒 當中都包含了不同類型的烹調技巧 我記得以往做八寶飯 我們都會選擇更漂亮的糯米 怎麼會更漂亮的糯米呢? 價錢都告訴你 你去超市、買最貴的包 或者一些舊型的薩貨店 都會有分的 價錢會分出來 舊糯米會便宜一點 10元一斤 這些新花糯米就12元一斤 這些新花糯米沒有那麼受水 但米香方面比舊糯米好一點 在家製作八寶飯 用新花糯米 我建議大家浸了糯米去做 就會比較好一點 我為了特顯今天我的誠意 昨晚12點就浸了糯米 浸了糯米 這糯米浸了差不多10小時 為什麼不拍攝呢? 浸了糯米就不用拍攝了 把糯米拿出來 洗兩三次水 盡量洗乾淨一點 然後用足夠的水分 浸了然後放在冰箱裡 怎麼放在冰箱裡呢? 放在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一樣高 很厲害 大家看到嗎? 不是放在冰箱裡 是普通的蔬菜格上高 你看這個冰箱很冷 不要放在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就像熬了一樣 我們的目的就是浸到糯米 讓糯米扯飽水 這裡約300克左右的糯米 應該可以做到一個大碟 差不多 二話不說了 先把所有水分瀝乾水 中間放在冰箱裡 稍微瀝乾 然後用一個格式 這個格式是用來蒸的 有這些格式也好 如果大家有煮魚湯的魚袋 這樣煎魚袋上去蒸 或者沒有魚袋 好像我這次這樣 放在蒸爐紙上面 都可以的 輕輕鋪上糯米飯 平均鋪上去 然後均勻定 輕輕輕地放平 放平 放平後 放在中間中間 放一個洞 只有中間 我們四周四面 放一些洞 目的就是 讓糯米在蒸過程中受熱均勻 糯米準備好後 這邊就開火 煮水 放在隔水上蒸 冷火 蒸30分鐘 糯米正在蒸之細 這些 唐蓮子、唐蓮藕 還有這個 紙餅 我們都要處理一下 家裡還有一些乾桂花 我們就泡了 拿去一點味 泡這些桂花很簡單 我們用冷水 沖一沖 然後用熱水浸一浸 因為這些乾桂花 我們不要煮它 煮它 它會有苦力的味道 我們浸就OK了 大家看到 煮了兩隻碗 現在就發揮你的小宇宙 設計一下 如何擺放 擺盤 如何設計 順便看看乾果是否夠硬 如果夠硬的話 我們稍後泡一泡它 會比較好一點 全部撿到一條條 待會放進去 再想想怎樣做 切好 大家看不看到 這隻和這隻是甚麼品種 我已經切開了一點點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再加一點熱水 加一點熱水 加一點熱水 煮熱水 用暖水浸一泡 有兩個目的 第一 就是把表面的糖分 浸一泡 第二 就是浸到稍微有少許軟 乾果在浸之際 我們就拿出豆沙 這個豆沙很簡單 如果我們買了一些現成的 一盒一盒 我們就把一盒拿出來 用保鮮袋 然後壓一下壓一下 壓一下 壓平 然後怎樣 讓它拿出來呢 輕輕切開膠袋 很容易 一會兒就拿出來 大家看看 或者不用膠袋 用牛油脂也可以 攤平 然後就備用 當糖蓮子、糖蓮藕、齒餅 浸到有十分鐘 有軟身 現在就把所有水分都倒進去 大家也可以用一些葡萄籽乾 那些葡萄籽乾也不需要浸 然後我們拿兩個碟出來 一盒小一點 一盒大一點 但是這隻 務求你都要吸進去 這個尺寸就可以了 這段時間 我們就可以輕輕地 設計一下 齒餅 這樣 發揮你的創意 糖蓮子 還有小魚酒 那些糖蓮子 如果在家裡 想生小朋友的網友 就全部都放了糖蓮子 放了些蓮子之後 看看怎樣設計 還有半口的甘筍 一層一層 接著就放些蓮藕 蓮藕 旁邊就放下 這類型的 大致上完成擺設了 有做這些 我把它切碎一顆粒 剩下的材料 切碎一顆粒 那些桂花 隔水 備用 這裏就完成了 做好擺盤之後 這裏就差不多蒸了 約30分鐘 開蓋後 看看什麼模樣 火力足夠了嗎? 這個糯米飯正式來說 要蒸45分鐘 差不多 現在我們拿出來 做下一步 再蒸 再蒸 拿出來之後 我們就輕輕 吹一吹 蒸氣 做糯米飯 我們有兩樣東西要放 在外面做 我們會放豬油 還有糖 在家裡 我不太建議大家用豬油 特別有些吃渣的人士 我們用一般花生油 或菜油 就可以了 首先 把糯米飯的器皿 都放少許油 這樣就比較容易處理 現在我們就慢慢把糯米飯 放進去 這糯米飯蒸得漂亮 大家看到嗎? 一粒粒的 還呈現出來 你現在 拿去炒 都是相當正的 做熟炒糯米飯 現在把牛油脂的作用都發揮出來 倒進去之後 我們又要加少許砂糖 這裡約1湯匙 我們有兩種吃法 有些就像我這次喝 糯米飯底 我們放少許糖 這樣就這樣吃 有些就放少許糖 臨吃之前 才會加些糖漿或蜜糖 然後再加1湯匙的生油 目的就是讓它有少許油潤 還有我們待會兒 攪拌一些糖 就比較容易攪拌 這個飯呢 在外面上海浦吃 這裡放很多豬油去攪拌 攪拌得很鬆 因為上海菜 龍油赤漿 做任何東西都一定要夠油 因為上海菜的特色才夠體面 把油和糖都攪拌到7-8-8-8 現在就把剛才剩餘的少許糖冬瓜 和糖漿 當糯米飯都攪拌好之後 現在就把糯米放出來 這段時間就不要心急了 我們就把糯米放進去 它的工程是否紮實呢 就靠這裡 慢慢來 它然後再把糯米放進去 它在上面 就把糯米放進去 然後把糯米放進去 它 對 它們都攪拌 它而言 然後把它放進去 然後把它放進去 就用匙羹幫幫忙,整塊拉出來 然後我們剩下一點 現在就慢慢鋪在豆沙上 把它鋪平 鋪好之後,就鋪一張保鮮紙 我建議大家加多一點糯米飯 底部鋪得飽滿一點 做出來的形態就會比較漂亮 最好不要讓豆沙凹出來 不夠也不要緊 我們有目的就是鋪一壓緊 最重要是鋪得好 鋪好之後 我們就著火 再加點滾水 把白寶飯放進去 再蒸15分鐘 正在蒸中,清潔桌面 洗碗子,再跟大家吹多兩嘴 這樣放保鮮紙 要放入微波爐的保鮮紙 如果你說對保鮮紙沒有信心 你可以用錫紙蓋住 目的就是防止 翻蒸的過程當中 有些倒汗水滲進去 會影響糯米飯的口感 大概蒸15分鐘 我們主要都是翻熱所有材料 因為全部材料都是熟的 15分鐘的火爐就足夠了 好,我們蒸任何東西都是 我們都要小心開蓋 才會關火 慎防它有少許倒汗水 雖然我們有東西包在這裡 但我們都要記住一些基本的功夫 好,我們拿出來 要先看看什麼環境 現在還沒看到 我們用碟子蓋住它 然後一下子倒轉 不知道放不放 因為我們剛才做的時候 碟底塗少許油會比較好 而且糯米飯 如果它飽滿一點 可以把碟子撐一撐到 就不會太容易 會散開 現在不知道怎樣 來吧 嘩,開了 大家看看,多棒 開了出來 我們就把碟子蓋上去 雖然碟子蓋上去 剛才的碟子蓋不太多 先把碟子蓋上去 開蓋子蓋上去 開蓮百寶飯 就呈現眼前 這個甜度已經可以了 因為糖果是相當甜的 這個就不要混合其他 如果大家用碟子蓋 用碟子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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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盡量加一點糖膠 去吃 這個百寶法 我們以前外面做的 是有兩種吃法的 另一種吃法 就是煎的 輕輕煎一煎 再加一點糖膠 利用賀蓮的乾果 製作一個百寶糯米飯 喜歡吃乾果的網友 就給我一個讚 喜歡吃糯米飯的網友 訂閱一個職人的頻道 如果兩者喜歡的 麻煩你加入我的頻道 會員繼續吹水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失禮 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新春大吉開蓮快樂 百寶齊來 身體健康 拜拜 什麼時候都說 一定看片尾 不是看我吃糯米飯 糯米飯就吃完了 我們很多時候 用這類型的生鐵鍋 或者熟鐵鍋 去蒸東西 蒸完 大家看不在這裡 中間這裡有個空在這裡 特別是我之前用來做一些 鹽焗花生、鹽焗東西 當然對這些生鐵鍋 傷害都很大 但是我這隻就千除百年了 跟了我差不多二十年了 每次用完這鍋 用清水清洗乾淨 我們就回來開火 燒到沒有水氣為止 我們就放幾滴油 大家就不要學我了 就找一些小小器皿 就擦一擦 擦到整隻鑊 有一層油 在上面 我們期間還是保持著小火 當小火燒到鑊有一點乾身 我們就不要管它 因為我們每次做完 封一層油 所以燒一燒它 讓它做一個保護層 現在就關火了 很多網友都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的生鐵鍋可以用這麼多連 或者用得這麼好 就是每次用完 我們都要保養一下它 不要用它操用 特別是新的生鐵鍋 這次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